大家好,今天是第二天挑战这个10块钱 能不能吃两餐的这个挑战 那么呢,现在我要去一个常常买的非常便宜的那十里马 那现在我就要先往那个地方过去 好的,现在呢,我又买了这一个那十里马两包,一包是块二 所以呢,就是两块四 还有呢,G7也买了一个这个7套 然后呢,因为它是有批评,所以一个块半 所以咯,加起来呢,就是块半加2块4等于3块9 就是今天花了差不多4块钱的那个伙食费 那么呢,现在第一餐是这个 那么第二餐呢,就等下再见咯 那么我先吃我的这个午餐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小 不过里面它有那个蛮多的那个料的 就是有饭,鸡蛋,还有一些 鸡蛋放跟那个鱼干油,辣椒,这样子 这样子算快二也算很便宜的咯 鸡蛋放跟那个鱼干油,辣椒,这样子 这样子算快二也算很便宜的咯 用餐,晚餐时间 那么现在呢,我将会去麦当劳买这个 大家都知道麦当劳有一个透支优惠套餐就是 6块钱的那个Med Value 我现在就去麦当劳买这个回去 所以呢,算起来6块的话,加起来呢 加起来早上的3块9呢 大概就是9块9就是没有到10块钱 所以今天的这个挑战呢,算是成功了 因为呢,麦当劳的那个 那个Promotion的Med Value 那个Promotion好像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我只要买了那个 一个Med Chicken Set 就是那一个 一个汉堡,一个薯条 跟一个汽水的9块钱的套餐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挑战呢,也是失败的 那么就是9块加早上的4块啊 差不多就是13块了,所以就多了3块钱 多坏了3块钱,不过呢,我会再继续努力 我们明天再继续加油 看能省更多的少钱吧 早上好,现在是5点22分 今天呢,是吃起了一个小时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挑战呢 早上早起的挑战也是失败的 那么呢,我们下一次再挑战这个 看看能不能真的可以4点半刚起来呢 那么我们明天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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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